接下來是一個重點叫做最大近摩擦力 東西30公斤重 推1公斤重不動 摩擦力1公斤重 推2公斤重不動 摩擦力2公斤重 推3公斤重不動 摩擦力3公斤重 但你總會推到它會動的時候 那麼這個恰好可以使它開始運動的摩擦力 叫做最大近摩擦力 上面圖顯示了 最大近摩擦力 這裡就會恰好開始動 所以如果你的施力超過最大近摩擦就會怎樣 就會開始運動 開始運動 小魚站就會不會動 就會不會動 那麼重點是 我的最大近摩擦力跟誰有關 最大近摩擦力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跟正向力有關 重點是會跟面積沒有關係 跟面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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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個叫做接觸面性質 接觸面性質在高中會有個名詞 叫做摩擦係數 我們國中沒有 所以國中基本上不處理接觸性質這件事情 那我們會處理正向力 那還有個重點叫做跟接觸面積無關 跟接觸面積無關 什麼意思啊 就是 這裡的東西 這裡的東西 我這樣子放 這樣子放 跟這樣子放 誰的最大近摩擦力大 一樣大 這樣放 這樣放 跟這樣放 摩擦力 最大近摩擦力 一樣大 這叫做跟接觸面性質無關 這是一個重點 跟接觸面性質無關 然後 跟對不起 講錯 不是接觸面性質 而是跟接觸面積無關 跟面積無關 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光滑的還是粗糙的 不過這件事 國中很少處理 我們要處理的是正向力 啥叫正向力 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叫做正向力 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叫做正向力 你的考卷上的題目 大部分都是重量 但它不一定是重量 這個圖裡面 正向力就是重量 重量垂直向下壓 垂直接觸面 所以這題的正向力就是重量 但是不一定是重量 這個就不是 這兩個斜面 可以把力分解成垂直分力 跟水平分力 這個垂直分力才是正向力 這個垂直分力才是正向力 不過 斜面的問題 國中生很少考 幾乎不會考斜面問題 高中生很喜歡考 配合那個摩擦係數 然後去考一些東西 有的沒有的 這個高中生很喜歡問 東西放在斜面上 搞個摩擦力 問一些ABC株的問題 這個高中生喜歡考 國中生基本上沒有 但是這個國中生有 這個力也 正向力也不是重量 比重量小 這個力分解成垂直分力 跟水平分力 這個往上拉 重量五公斤重向下 垂直力三公斤重向上 真的壓下去是五減 三只有兩公斤重 所以這個時候正向力會比 重量要來的小 然後考試就可以考 依考勾股懸定理 這個是這個是五 那這個多少 三 你就知道是三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該扣多少 或者給你一個角度 這裡給三十度 這裡給十公斤重 那垂直多少 三十度鎖對的邊 是斜邊的一半 就交過 或者另外一種考法就是畫格子 我畫格子 然後這裡有八格 這裡有五格 然後告訴你一格是兩公斤重 你就知道垂直有多少 你就知道可以算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 我這個情況叫做 我的正向力比物重來的小 但是這個情況叫做 比物重來的大 比物重來的大 因為這裡有一個垂直向下 垂直向下的 所以重量五公斤重向下垂直三 五格就變成八 八 所以就變成這樣 所以重點是要告訴你 你的考卷的題目 大部分正向力就是重量 但是正向力是不是就是重量 不是 不是 我舉了三個例子 那個斜面的例子 國中生很少考 但下面兩個例子 國中生會出現會考你 你要曉得一種情況 正向力比重量大 一種情況 正向力比重量大 一種情況 正向力比重量大的小 要懂得要怎麼算 這叫做 好可以回去 最大進摩擦力的keyword 叫做 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跟正向力有關 我們叫做 跟正向力成正比 重點一個叫做 跟面積無關 跟面積無關 然後 要曉得什麼是正向力 正向力就是垂直接觸面的力 大部分的題目都是重量 但不一定是重量 希望你能夠了解 OK